靠着外卖视频成为千万网红 但在巅峰时期自爆多次被骗 路边下跪痛苦求饶 究竟是自导自演还是真情流露 今天就来复盘一下网红海洋的走红之路 海洋 袁明远海洋是个来自河南的小伙子 在高中的时候海洋就辍学了 海洋在2017年进入短视频领域 可以说是入网最早的一批人 他的短视频创作从一开始 就基于自身底层人民的形象来打造 在这期间他拍了很多的搞笑段子 但是并没有什么火花 但海洋还是坚持派了两年多 在没有团队的包装下 海洋靠自己单打独斗 积攒了一些粉丝 让海洋成功转型的 却是他的外卖小哥人设 2019年8月 海洋推出自己第一条外卖小哥的视频 为了不让订单超时 而且商家生意火爆 根本没有时间做这个订单 海洋便亲自化身厨师 动手炒菜 老板 这大海跑了小时后刚好了没有 哦 一会就好了 老板 你那刚跑了没有 这不太超时了 随什么随 你看到那么多客人在这等着啊 超时了呀 有点是你去呀 没想到这个视频竟然火爆网络 他熟练的炒菜动作和极好的卖想 让不少网友惊呼 他是全能外卖小哥 单单这个视频就拥有了高达400万的点赞量 也为他吸粉上百万 尝到甜头的海洋之后 也是一直维持这个人设 视频中海洋是一个为了不让外卖订单 超时使出浑身解数的外卖小哥 海洋会彰显自己的是八般武艺 上天入海无所不能 他能跳入零下十度的冰水里抓鱼 也能在酷暑难耐的沙漠里打滚 一天可以奔走上千公里完成订单 将自己逼成了全网最拼的人 不仅如此 他还兼职婚纱摄影师 还能帮助顾客化妆 送餐的同时也满足了顾客的需求 得到了顾客的好评 为了吸引粉丝的注意 海洋的脑洞也是越来越大 可以说上山下海无所不能 更是应粉丝的要求体验高空飞行 这样的短视频剧情 让人网友觉得很好笑 大家也被海洋无所不能的神操作 给亮瞎双眼 但是也有不少网友表示 海洋送外卖的情景 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 现实生活中 餐厅老板才不会给他这么胡闹 但这是搞笑视频的创作需要 原则生活 然后创作之后回馈于生活 而且海洋的视频 不仅是搞笑而已 他的短视频内容 充满激励人们努力生活的正营养 同时也非常的接地气 会不自觉地触动到 人们曾经历过的艰苦生活 靠着搞笑又接地气的风格 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 海洋就吸粉上千万 成为千万级大网红 爆红的时候 就连陈鹤 黄小林 沙翼 郑凯等知名艺人 都找他合作拍摄视频 可见当时 他的人气和影响力 多大了 俗话说 人红是非多 颠封时期的海洋 却被爆料 是背信弃异的小人 千万网红当街下跪 靠外卖视频 圈粉无数 奶奶病重 急需用钱 前合伙人讨要救命前 却被拉黑 看起来老是本分的海洋 其实也是背信弃异之人 此前一位 名叫林先生的人 爆料自己和海洋 曾经约定好 自己离开时 答应给他三成的分红 但是 当自己和海洋 索要这些钱 没想惨遭海洋拉黑 这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海洋在爆火之前 就遇到了林先生 林先生偶然看到了海洋的视频 觉得他这个人风趣幽默 只是缺少一个伯乐 于是 林先生便找到了海洋 想要和他一起创作短视频 两人在2019年6月 正式开始合作 之后 推出的外卖员视频爆火 本以为距离成功更进一步 没想到两人的合作 仅维持四个月就结束了 对于两人闹掰的原因 也有不同的说法 林先生表示 是因为两人的经营理念不合 林先生是想等账号 做起来之后再找大公司合作 而海洋则是想签约公司 正因如此 两人的合作正式终止 而网友则认为 林先生这个说法可信度非常高 因为在账号停更之后 海洋那边的账号中 就出现了广告植入 而林先生之所以 突然和海洋要之前的分成 是因为自己奶奶病重 急需用钱 当自己和海洋要钱 没想到惨遭拉黑 这件事被曝光后 网友纷纷站队林先生 都指责海洋背信弃义 看到舆论愈演愈烈 海洋出来 回应表示 两人当初说的 只有赚到50万 才有这个分成 但两人当时 并没有赚到这么多钱 海洋对于拉黑的事情 全然不提 直接选择冷处理的方式 对于海洋的说法 网友并不买账 网友认为 好歹自己也是千万级别网红 两人之间也是合作伙伴 危机关头 不能借给人家应急吗 没多久 海洋就发了一个视频 回应网友的疑问 海洋在视频中 哭诉自己奋斗了这么久 连一套三线城市的房子 也没买上 有的网友不相信 海洋所说的话 质疑他是在卖惨 毕竟海洋的粉丝 都快到2000万了 每一条短视频 都可以达到百万点赞 直播一场的收益 更是能达到百万 说没赚到钱 属实让人难以相信 网友都认为 他这是在炒作 没想到 海洋还晒出了他的房子 出乎意料的是 拥有千万粉丝的网红 都已经发黑发霉 连窗户都是坏的 可是海洋却称 这是他们一家 五口人的避风港 是家人生活了30年的地方 海洋分享了家里人 睡过的又窄又旧的板床 还有家里的唯一一张桌子 还称母亲会把家里的钱 放在桌子里 父亲会偷偷 把这些钱拿出去打麻将 并且表示 自己已经患上了抑郁症 没等网友弄清是真是假 一条海洋下跪求饶视频 一夜爆火 千万级别网红被资本玩弄 街头被逼下跪求饶 视频瞬间引起网友的热议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2022年10月 有人晒出 海洋被人围住 然后被逼下跪磕头 而海洋的老母亲 也是贪坐在一旁 网友也是一脸的问号 海洋自述 自己当初和林先生 分道扬镳之后 就签约了一家公司 公司给自己画大饼 说给自己买车买房 到头来不仅一无所有 还被公司百般压榨 海洋拍了几年的视频 经纪公司并没有履行承诺 而是将全部收益收入囊中 不仅如此 公司还不断给海洋施加压力 要求他完成 更加艰难的挑战和拍摄任务 海洋为了梦想和合同 只能咬牙坚持了下来 这么多年下来 不仅没有买车买房 就连破烂不堪的老房子 海洋也拿不出钱来修建 直到今天 一家五口人还窝居在老房子里 就连他开的代步车 也是一辆几万块的国产车 同时也是承载公司器材的工具 公司每个月给海洋的报酬 远低于他的预期 甚至还不如他签约前 自己努力赚取的收入 海洋不停地向公司询问原因 得到的却是冷漠和嘲讽 公司告诉他 如果他想要离开 就必须支付高达数千万的违约金 面对如此巨额的违约金 海洋陷入了绝望 本以为以后的生活会过的风生水起 没想到反而被公司坑得倾家荡产 在巨大的压力下 海洋开始出现了心理问题 甚至患上了抑郁症 但是对于海洋的哭诉网友 也是将信将疑 毕竟利用卖残炒作的网红网友 已经见怪不怪了 很难说 这是不是海洋为了流量进行的炒作 不过吃瓜网友挖出了 海洋签约公司的信息 这家公司名叫耀阳文化 面对网友的质疑 公司也表示 这都是海洋的片面之词 但是事情的真相如何 恐怕只有当事人清楚 这件事情过后 海洋在老乡的介绍下 做起了直播助农的工作 没想到仅仅两个月 海洋就又翻车了 其因是海洋销售的橙子 频繁地出现质量问题 还有不少网友吐槽货不对板 也遭到了很多买家的投诉 对此海洋的回应 是自己经验不足 团队人手不足 所以才导致这种事情发生 之后他又说自己这事 被老乡坑了 自己不仅没拿到一分钱 但是却被骂惨了 2023年9月 网友又发现 海洋又开始转型 做了一个全国送外卖的视频 但是并没有多少水花 没到两个月 海洋又和网友哭诉 自己又被骗了 俗话说有再一再二 没有再三再四 海洋这次的卖惨 网友都不买账 甚至有网友认为 海洋就是在卖惨 说自己家徒四壁 但转眼就上了飞机 享受极限跳伞 口口声声说自己助农被骗 都是自己不专业 但有网友发现 之间海洋还去工厂参观 看起来非常的专业 可见海洋所说的一切并不真实 现在的网红为了炒作 可以说是不择手段 而且很多网络公司 也是鱼龙混杂 这些网络公司用尽各种手段 忽悠一人签约 而且喜欢在合同上面 和你玩一些文字游戏 稍不注意被会套路了 到时候想要解约的时候 就难如登天了 不管海洋的经历是真是假 还是希望海洋能够 斥以欠掌一掷 在未来给自己的家人 更好的生活 继续给大家带来更多 积极向上的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